这个教程录了我好心累啊 不是马耳崩溃 就是录屏远见崩溃 然后视频录了视频 要么打不开各种问题 还好最后要录完了 一截一截的给拼在一起 这是我们打算在BIROS里面 怎么实现一个漩涡逆场 我们可以用这个马耳的经典例子 来演示一下 玛雅自带的 有逆场里有一个漩涡逆 但BIROS里面官方没有自带 BIROS里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逆场 去创造一个漩涡场 就像这样 它会产生一张向四周旋转的这种效果 不过如果在边缝里面自定义的话 它能得到更高的控制 更多的控制 比如说旋转的时候 家有照波以及或者说 向哪一个方向旋转 或者说它旋转这个 不一定是个圆 有可能是椭圆 在BIROS里面如果自定义旋转逆场的话 它可控性会更高的 我们先建一个 长方这个圆柱体 现在给它足够多多点 点上面有法线以及切线 现在我们需要利用这个长方这个圆柱体的它的法线 并且改变它法线的方向 得到一个旋转的逆的一个方向 先用BIROS里面这个点显示 然后将它的法线给显示出来 这个速度这个长度 这个属性都是写点法线的 在这边把点的法线的方向 以长度大小的给显示出来 感谢观看 观念的问题就在于怎么去旋转它法线的方向 我们这次就让它的法线往历史证方向旋转 历史证方向旋转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是让这个法线 它们法线绕外轴 然后旋转90度 如果去旋转这个法线的方向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的一个三维棉常用的旋转的那个四元素 BIROS里面有个结点叫旋转来自四元素 第一个是连接要旋转的十量 第二个连接的是旋转的四元素 这个接点是走向 就是走以及角度来交换成四元素 第一个参数是走向 就是绕两个走旋转 第二个参数它代表的是一个旋转的度数 不过它这个是角度 而是弧度而不是角度 我们需要将它这个角度转化 转化于这个弧度转化于角度 因为人是更喜欢用角度来表达的那个圆转的 而机器更是以那个弧度来进行计算的 需要一个节点 这个角度卷弧度 90度卷转成弧度 然后重新设置它的发现 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历史帧旋转的一个发现 现在的比如改变这个旋转的幅度 就是角度值 就可以得到这个旋转的不同的效果 以它旋转的依靠的轴向 比如说你可以以外轴 也可以用X轴 或者说以Z轴 或者几个轴进行相互交合的那种 不一定是XYZ 可以是任意轴向 这样的轴向就能得到一个椭圆的一个 一个轨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场域 就是体积场 对它这个解散器的影响范围 我们需要借助数捕以及玛雅VDB的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是皮特开发的 皮特和他们开发 他们开发这个插件很厉害 如果用玛雅做特效的话 这个插件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它是适用两个星期 最后就是收费了 不过也便宜 一年就几百块钱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正版 我们先将多边形交换成场域 也就是场域卷化成一个VDB范围 体度进入就给0.1 不给太大 这样我也进入会快一点 然后得到VDB的数据 这两个节点 一个是获取数据 一个是写入数据 就是将速度长写入到VDB文件中 可以使用这个体积这个可视化器进行显示速度长 需要一个点数据 点位置 需要一个点没有点位置的话 它显示不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将点位置 就限制在这个圆柱形上面 获取圆柱形的点位置 然后给那个体积那个可视化长 现在显示的是它的位置 我们需要将那个发现 那个旋转的发现信息 写入到它的这个场里面去 这个时候需要用到速度的一个KD2 KD3 就用这个节点去进行属性权递 将发现信息权递到体积速度长里面去 这样能得到一个 它就能得到一个 它就能得到一个就是 体积里面的数据场是搜索到点上发现的信息的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就点发现信息 我们需要把点发现信息 就导入到导出的Bipost 把反线重新设置成位置属性 这个物体 像三中追击的这个物体 它的位置信息就是代表最终的旋转的发现信息 我们用Bipost 这个自带的卷化 Mass节点 将BF数据 换化成MindMass数据 现在得到一个多边形的这个位置信息 然后将它权递给那个属性权递节点 然后输出的数据就是体积的速度场 然后重新给它设置速度场 这样我们都得到一个旋转的一个体积速度场 这个速度场是可以影响到Bipost的所有的解键器的 实际它是以VDB的形式存在 我们将它写出的BDB文件的面具 写出文件一定要有个关键的位置 就是要重命名 不然的话像 待会是识别不了那个速度场 这是当前的一个Bug 我已经给官方反馈了这个Bug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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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创建一个例子系统的验证就是我们的自定义的这个漩涡场它是否正确 我们的自定义的这个漩涡场它是否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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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以发现速度给取消 可以取消 创建一个VDB音响场 然后指定这个VDB的路径 以及文件名 现在是没有效果的 这就是他当前的一个Bug 那个名字必须要是Bug 那个前缀要加个体积 加个体数 不加体数的话它识别不了这个速度场 这样我们就可以验证我们的创建的速度场是正确的 它是有旋转效果的 现在是以规则的圆形旋转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成形状 然后以不规则的形状进行旋转 可以先改变它的角度 然后旋转有一个旋转半径会大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改变 这个就是旋转的方向 就是朝向是往中间的 它可以把它往里面吸收缩 这种效果 我们可以改变它旋转的走向 比如说有一种椭圆形的旋转方式 就这种效果 我们可以改变了 这样的效果 就是这种效果 用Bibos自带的一个滩流音像场 让它的运动会随机一点 让它们的运动会随机 我们也可以通过VDB的一些照报函数 来让它的旋转场进行LowEase效果 让场的方向进行随机 它的旋转场上的位置 繁盖的方向进行行隔 我们的旋转场进行行隔 这样子 就可以创建一个随机带点随机的那种旋转椭圆的轨迹 自定立场大概就这个创造零层 如果创建一个漩涡场的话 它是比较简单的 以后官方会给我们出一个预知的一个漩涡场 就不用这么麻烦去自定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